先用开放资料里面来做练习 当然这上面的资料其实非常的庞大 里面的话有关这个开放资料 你Google查一下关键是开放资料 或者是政府资料 或者是网址也蛮好记的 它叫data.gov.tw 那这个里面的资料当然包了万项 其中包含什么有关生育出身收养等等相关 还有有关什么这个求职或者交通休闲 那当然好像大家最关心 好像使用最多好像是投资理财相关的吧 那像最近那个交通的那个案件蛮多的 如果你想要统计到底全台湾哪个地方交通事故最多的话 最近不是常常有新闻报道 那个台湾的对行人不友善的部分 那到底有多不友善 还有呢每一年死亡的件数有多少 其实这上面都可以找到相关资料 包括内政部啦交通部啦 其实大家都有放资料上来 那当然呢如果今天我假设有个需求 我希望能够找到政府 有关治安相关的 那当然我不要关心 比如说我想要住的地方 哪个地方 那现在我们在台北市吧 那我想知道说台北市 到底哪一个地区的治安相对是比较好 因为总共有12个行政区嘛 那到底哪一区的治安 那治安当然有一些指标啦 比如说我想要知道 可能会不会招小偷啦 OK这个其实是蛮西亚 所以呢我就找了一个这个 当然你关键字可以查一下 或者是直接可以从那个里面类别去找啦 不过搜寻关键字应该会比较快一点 所以呢假设我今天呢 在这边输入那个也许叫窃盗 或者叫住宅窃盗也可以 那你可以搜寻你会发现 这边会出现有关相关的窃盗案件 不过好像签两个这好像不是 然后底下这个就是了 这个是桃园的 台北市这边有 OK另外的话呢还有 那第一个跳出来是台北市的汽车窃盗 也就是他这边有讲 就是台北市从104年到 这个111就今年 1月份 等于是这应该是9年 大概89年的期间 这个发生的窃盗 汽车的窃盗 就是哪个地方你车子 放在那边容易招小偷的 或者是可能汽车对一般同学 有些大部分同学没开车啦 如果你脚踏车之前的同学就是 我想知道全台北市 到底哪一区还有哪一个地点 或者哪一条路上面的窃盗案件最多 那你可以看到他这边也有自行车的 然后他栏位部分他提供给你这几个 包含就是说他发生的这个时间 然后发生的时段什么时间 然后发生的地点 他都有啦OK 那当然如果今天比较关心的也许是什么 住宅好了OK比如说我假设住哪个地方 最容易招小偷的话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边就有相关的讯息 这个栏位数好像都跟这个 上面那个什么汽车 其实应该有汽车啦 甚至还有其他的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其实也可以做其他练习 那另外的话呢 你们可以看到其他相关讯息 包含就是说旁边这边显示出来 它是一个CSV档 那CSV的话实际上 如果你用eSale直接开是OK的 所以如果是CSV 那我们其实很方便一点 eSale就可以直接处理 但是会有一点 就是说CSV的话 目前的编码方式会有两种 一种是big5 那你开起来就不会乱码 但是如果你是他的编码方式UTU8的话 那会有乱码问题 那有乱码问题的话 该如何解决 这个后面我们会再来看OK 那其他当然包含就是说 这个档案被观看的次数 浏览次数 还有被下载次数 那理论上浏览跟下载 当然也是一个指标啦 这个资料什么时候更新 这个资料最近更新是3月27号 那是台北市的政府的警察局 刑事警察大队 所以如果假设 我对这个议题很关心的话 那第一个当然先找到资料 OK 不过这个是一个列 我是希望说你们可以延伸自己去找自己比较有关心的 自己有兴趣的相关资料 然后呢 当然最好是有CSV啦 有CSV资料 那点开来之后你可以看到 它会有更详细的 那另外我们今天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它下载 那下载完之后我想要做一个统计 OK 所以第一个先找到资料 那第二个的话要做什么了 如果我想知道几件事情 到底历年来的那个 这个切断案件 如果以年来看 是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 OK 那当然呢 不能用猜的啦 所以理论上呢 应该要有数字 因为有数字 当然理论上是 比较有客观依据啦 那只是说这个资料呢 当然你不能说凭空捏照 那一定会有个来源 那第三方公正单位公务机关提供的 我想理论上应该不至于会有太大问题 那只是说我怎么样统计 第一个得到资料 第二个如何快速的取得我要的结果 那当然这个地方就需要什么 把它计算出来 比如说哪一年 它发生的切断案件的数量是多少 那当然数量是一个数字 可是有的时候你用看数字 也许还OK啦 但是其实当然还是没有看图来的直觉 那哪一种图会比较恰当 其实如果有时间 如果有时间跟数量 这两个因素的话 其实画折线图应该是会最适合 因为为什么 折线图的话它好处是 你时间它会有一个时间轴 有没有就X轴 那数量的话就Y轴 你一目了然就知道了 所以你看右边这个图应该可以知道了 从104年到111年 这个治安的切断案件的数量 其实应该看得出来 应该是逐年递减 那它看到它的斜度的话 你可以看第一年 104年到100 但是下滑的速度好像没有 这105到106来得多 所以其实你还可以再延伸去看 到底哪几年的这个切断案件 它改善的状况是更好的 OK有没有 那第二个如果我想知道第二个答案 到底哪一区的切断案件是最多的 那相对的哪一区是最少的 那当然你直觉猜的话 那治安哪个地方最差 可能住哪里最容易找小偷 好像直觉有时候会想说是不是万华区 之前的同学蛮常问同学说哪一区最容易 但实际上得到的答案却不是 第一个切断案件最多的好像就是中山区 OK为什么中山区 那第二区也蛮意外 是士林区 OK是不是有士林区 第三名才是万华 然后在北斗 不过好像也不太意外了 这几区好像这个感觉 好像就会有一些商业行为的话 然后比较容易 哪个区这个治安最好 最不容易找小偷 看起来各位可以看到 大同区 而且你会发现跟隔壁 其实大同区跟中山区 其实好像在隔壁 OK 但是你会发现 这个切断案件的比例上来看 好像差蛮多的 差了一倍到两倍 OK 那当然如果你要看比例的话 比如我们凸显是希望说 到底哪一个区域的比例最高的话 那当然画圆形图会是最恰当的 有没有 OK 那你说老师那我可不可以画折线图 如果这地方画折线图 感觉有点 没办法看出比例多寡 因为只能看出数量 那它时间其实也没有太大必要 除非说你延伸出来 你说老师那我可不可以看那个 每一个区历年 各区的历年的切断案件的数量多寡 那当然你就可以再利用 比如中山区历年的 个别也可以做个统计 然后再来的话 哪一条街 路或者街或者道 的那个切断案件最多 因为其实一个地址里面 不外乌什么什么路 比如和平东路 OK 那小一点的话 可能就是什么街 比如泰顺街 有没有 OK 那再来还有什么 市民大道 还有什么凯达格 大概就是这几个 那如果我想要知道 到底全台北市 如果你住在哪一条路 街道上面 最容易找小偷的话 那以比例上来 以那个数量 所以最后为什么用直条图 因为我其实不是要比例 也不是要一个时间 我只是要知道数量 所以很单纯的数量 那我画一个直条图就好了 所以如果将来 我希望能够快速得到这个资料 也就是说 所以其中的评量 我大概就是希望你们做 第一个 你去找你有兴趣的资料 那当然呢 开放资料里面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资料来源 里面的话 至少就有五六万种 我之前印象中 它这边好像有一些资料 全部资料集 这就是有个统计资料 那个各部啦 或者是按照类别 其实这边都有啦 比如说总统府啦 行政院啊等等 然后各县市地方机关 这边也有数量 那比如说呢 目前来看哦 台北市的开放资料 大概有两万 二千九百八十四种 然后新北也 也不会太差 不过最多的好像就是桃园 可是我看一下哦 当然除了说呢 数量要多之外 值也要好 有些它提供很多 但问题哦 里面提供的资料好像没有很完善 你们可以再找找看 当然你第一个你比如说你对于你自己的家乡 什么样的讯息有兴趣的话 那你不妨可以去找找看 当然除了说治安啊 交通啊 还有其他很多啦 我想猫的外相 其实只要政府机关的业务 它能够开放的 它其实都把它开放上来了 然后还有主题 按照类别 然后公共服务啦 比如说我们这个类 如果用服务分类来看的话 那应该是在哪里 有没有治安的啊 哎哎哎 就业服务 它好像如果真的要找啊 因为放在交通里 不对啊 OK 所以哦 如果啊 还是生活安全品质这里嘛 所以你们如果要找的话 可以按照类别去找也OK 那其他的话呢 再来最后就档案格式啦 那其实 我刚刚有提到哦 如果你们要练习的话 我是建议有CSV啦 因为CSV现在最没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直接可以用Excel开 就直接在Excel可以练习 那另外你说老师 那Json跟XML不行吗 其实也可以 但是相对比较复杂 你如果要用Json的话 你还要再透过 那个Excel里面是有这个功能 但是操作起来其实 倒没有那么方便 你可以看到那个Excel里面 可是还是要新版的 如果你旧版的也没有 在资料里面有那个什么呢 从取得资料里面 各位可以看到这边就 从档案 那如果你是Json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 有没有 从Json 然后从XML 当然从CSV是比较基本的 OK 那一样呢 可以把资料先放到Excel 所以只要是这种 这个外付的大数据的档案 那你要能够在Excel里面 先做练习的话 那当然最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从资料里面的取得 然后取得从档案 那当然你说老师那会不会有其他 其实还有资料库啦 还有那个微软的那个Aju 就是它的云端的服务啦 然后还有其他线上等等的 那这里面其实背后啊 其实就是用一个技术啦 叫Power Query OK这个Power Query编辑器啊 其实就是你 它会先把它暂存到Power Query 让你先整合之后 再把它倒到Excel 那这个Power Query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软体在用 叫做Power BI Power BI其实 背后呢 也会用到这个编辑器 所以如果你假设这个OK的话 你再去学别软体 其实很多地方是雷同的 那这套东西 其实好处就是方便啦 因为如果 假如你没有这个工具的话 你要自己处理 比如说你说老师我写Python OK那问题是很花时间很花力气 因为你要写很多程式 才办法解决同样的问题 那在Excel的话呢 不用写任何一段程式 事情就搞定了 另外如果你要做统计分析的话 那Excel里面也有枢纽分析表 枢纽分析图 马上可以画出这个表格 然后也马上可以做出这个图出来 那如果你用其他的工具 像Python的话 你还是要写程式啦 可能你要用什么 用Pandas 那画图可能用一个MATLAB 那当然花很多力气啦 OK 所以第一个 请各位稍微想一下 其他的东西 其实大概会有这些啦 不过看起来好像最大宗 你会发现那个档案格式里面 这个CSV几乎是压倒 压倒性的比例最高 有42,065种 OK 只是说啦 你们可以注意一下 CSV里面 会比较多的问题 就是说 假如你今天下载的资料是BIG5的话 比如说像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台北市住宅切到点位资讯 那你们怎么知道说到底会不会乱吗 第一个你检视资料 OK 点开来之后 这边有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 这个编码方式如果是这个BIG5的话 那你直接开起来应该是不会乱 比如说我们来试一下这个点下去 OK 你可以看一下 假如我把它直接打开 用Excel开的话 这边看到的应该就不会 马上可以看到资料 但是它上面会提示说 你这个是CSV 那你要不要另存新档呢 OK 当然你现在可以直接另存啦 要不然你就是最后再另存 不过记得 你一定 最后存档记得 一定要另存新档 否则的话 你做的任何练习都会消失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OK 这个把它先叉叉关掉 那你会发现不是乱吗 那什么情况下会是乱吗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CSV里面 假如你们早早看 CSV里面 它会出现UTF8的话 那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比如说CSV CSV点开来 它会有4万多种 那一般习惯的话 如果你实在是 老实说不知道练习哪一些 那其实有一个方式 你上面有个排序 那你当然找最popular 哪个是大家最常看的 或者常下载的 那你可以浏览次数 由多到少 也不就知道说 到底最关心是 什么样的开放资料 那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会帮你把CSV里面 最popular的 排在最上面 第一名当然就是 这什么奇怪 宜蘭的停车场剩余资料 为什么是最多呢 我也不知道 OK 不过我的印象是 到宜蘭好像停车都有点麻烦 而且你也很难查到 有的时候是停进去之后 发现它收的价钱 跟外面那个价钱 也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不知道OK 所以如果点击开来 我们看一下 如果它点击开来 编码方式是BIG5 直接用以色尔开 应该是没问题 可是如果今天 它是点开来 假如是另外一个编码 常看到UTF8的话 那你会发现 如果用以色尔开的话 那会是乱 OK 这个我想请各位 先自己找找看好了 然后 因为这个开有点慢 是不是大家都在连 还是怎么样 因为大家都在连 那个Server它的速度 就会整个荡下来 OK 那如果UTF8 你可能就是 你在开资料的时候 这边检释是这样 对 这是UTF8 如果假设说 你直接下载它的话 你在直接下载完之后 直接开 你会发现 它出来的会变这样 你说老师 怎么会完全是乱码状态 那很正常 如果你看到UTF8 那如果说 乱码状况 我跟各位讲 你就不要直接下载 直接点开来 而必须用另外的方法 用什么方法 用 开Excel 先把Excel先打开 你不要直接去开档 先Excel打开之后的话 然后找到Excel里面有资料 资料里面有一个叫 从文字CSV这个 然后再去开启它 所以点这边 那你说两者有什么差别 最大的差别 找到刚刚那个档 那个应该在下载 这个应该是这个 最大的差别 我按贿赂 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是用 如果你是用贿赂的方式 它会多一个过滤器 就是过滤你的编码方式 你会发现 现在它编码出现乱码 你只需要怎么样 把编码方式 就是改成UTF8 UTF8应该在哪里 大概中间的位置 所以你往上拉 有看到UTF8 它的编号 就65001 65001这个 你就点开 点它一下 你会发现这个时候 就变没有乱码状况了 如果你是用贿赂的方式 来做的话 基本上 就没有乱码问题了 所以第一个 请各位先试试看 然后把它载进来 这个当然它会出现 这个Power Query的连线 把它关掉就可以了 OK 那这样的话 基本上我们资料 就会正确被载入了 那之后 后面我们大家再来看 不过 这个资料量非常庞大 那主要各位练习的话 就是先用哪一个 用那个好了 我们今天练习 就是台北市的 切到点位资讯这一个吧 然后我们第一个 先把资料下载 第二个我们要做三个图 三个图的话 其实就了解什么 到底治安历年来状况 还有各区的比例状况 还有哪前十条路的 这个治安最差 OK先试试看好不好 然后先下载 那个台北市切到点位 待会我们来看